西蒙候选人穿着西蒙标志外套在餐厅吃饭 被罚款4000令吉 公正党副主席郑立康直接批评执法单位开罚单的理由很不合理 公正党宣传主任法米今天下午也发推文斥责相关单位疯了 连候选人都应穿着应有希望联盟标志的衣服而被罚款 法米在文章中嘲讽标志也会传播病毒 但不是传播冠状病毒而是民主的病毒 这也是他们最害怕的病毒 郑立康说西蒙候选人罗炳浩是昨天上午 与公正党主席安华到马六甲肝榜的一家餐厅喝茶 但活动负责人昨晚被警方传唤 警方随后援引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 并处以4000凌级的罚款 受罚的原因是该候选人穿着应有希望联盟标志的外套 在甲州进行竞选活动 对此他强烈谴责上述事件 并表示罚款的理由令人震惊 非常不合理 罚款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候选人违反了防疫标准操作程序SOP 而且原来候选人穿着应有希望联盟标志的衣服 这与SOP完全没有关系 如果候选人连他们阵营标记的衣服都穿不上 那么举行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呢 郑立康也质疑上述规定是否为甲州选举最新的SOP 他敦促选举委员会和执法机构做出明确解释 此外 我们还想问执法机构是否以相同的标签对待每个政党候选人 我们连续几天在网上发现 其他阵营包括全国联盟和国阵候选人 都带着他们的党徽的衣服到处走访 但没有被罚款 他说 这让他们怀疑执法机构的双重标准 似乎是故意刁难西蒙候选人 影响候选人的日程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布 讽刺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企图歪曲历史来塑造形象 他实际上是一个背叛者 纳吉今天在脸书发文称 昨天有人试图歪曲历史 说他因为质疑邀MDP而被免去赴首相职务 并被巫统开除 这是无稽之谈和荒谬 他于2015年7月被免去赴首相职务 因为他自2014年以来就与马哈迪密谋推翻我 纳吉贴文中的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他指的是慕尤丁 在昨晚的国盟加州甲州活动中 慕尤丁说 在纳吉执政期间 他应向邀MDP直言不讳而被开除 纳吉说 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儿子 穆克里兹在法庭上承认了这一点 除非他在法庭上撒谎 他援引过去的媒体报道指出 前几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穆克里兹承认 他的父亲敦马哈迪和前副首相丹斯里穆尤丁 曾计划推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我同意我父亲曾试图推翻纳吉 该计划不是在2015年开始 而是在2014年开始 纳吉表示 他背叛别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他背叛了前首相阿多拉伊成为乌统副主席 他背叛了我 他背叛了敦马哈迪和西蒙 来成为首相 纳吉称 在2016年6月 乌统最高理事会一致决定开除他 因为他与民主行动党 公正党和敦马哈迪一起出现 拯救马来西亚的活动 如果他忘记了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他可以去询问西山穆丁 凯里或安努亚穆沙 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他们也有参与 因直播引发重怒的房地产经纪人林建良 于周五十二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四次九十度鞠躬 为自己的错误 郑重道歉 他说他将在一周内成为一名送餐员 我决定自己去当送餐员 来体会你们的辛苦 我为之前在社交媒体视频 展现了不当的行为 浪费了无数公共资源 造成很多对社会大众不良的影响 今日二度 郑重向大家和网民们道歉 他还澄清 自己和范盈 只是中介和房主的关系 当天直播的目的 只是为了推荐土地买卖 该直播完全没有通过彩排 或编稿进行 表情上的效事出自于无星之过 这个效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不安 我承认错误 并向各行各业和网民们说一声对不起 我以朋友为例子 说坐地产才能驾名车 这是不当的言论 影响了各行各业人士 特别是送餐人员 他希望经过今日 向大家承认这个错误 今日起他认真改过 大家和网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不要再为难其身边的人 当被媒体问及母亲 在外面受责备时 林建良说 民众并没有骂他妈妈 而是问他儿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 至于有网友 要求他卖表做慈善 他表示 会继续做慈善 捐钱给养老院 但他没有直接回答 手表一事 当被问及为何 不接听媒体电话时 他说 在此期间 他接到了数千通骚扰电话 无法接听媒体的电话 此外 林建良所属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已成立内部纪律小组 对此事进行调查 在调查结果出炉前 林建良的工作 将被暂时终止 这也是对我们的 房地产谈判代表和经纪人 予以严厉警告 我们不会容忍 此类歧视行为 文告说 该公司将以此为教训 净最大努力 确保公司旗下的房产中介 注意自身在面子书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 视频直播中的言行 注意自身在通验下方的 这连成为 机会和城下方的 rah